好 要玩得愉快又安全 自己呢 游客也必须要约束自己 像这个南投西投有个台大实验邻区 里面有个70年历史的大雪桥 很多人去过 这个大雪桥呢 是竹子做的 它的县重只有10个人 不过就有一群参加夏令营的师生 老师带着30多位学生一起登上了这个竹桥 拍照留念 连家长也跟着挤了上去 这个竹子的拱桥呢 一口气负重 超过了三倍 非常危险 到西投大雪池游玩 30多名师生挤在竹桥上 合影留念 就是这张合照 老师带着学生排排站 学生们一个一个站上竹桥 排成拱字 合照 但其实这座桥现在10个人 看看这桥上 学生从桥头站到桥尾 数一数一共34个人 老师站在中间 还有家长陪同 却没人阻止 已经看到上面有10人了 他还上去 是 应该怎么 没张眼睛吧 我会不会觉得很危险 当然带他去 不知道谁陪啊 碧绿湖面搭上两座拱形竹桥 台大实验邻居将近70年历史的大雪桥 浓浓日式风格 考量桥面的监控 这一根根竹材 至少得生长6年以上 口径才够粗 再看看这竹桥 没有钢索拉成 靠的就是竹子的韧性 承载游客 因此每年得换新 而且一次只限10个游客通过 虽然我们的竹桥 每年会做定期的维护跟更新 可是为了游客的安全 希望他能够遵守我们这个 远续的一个规定 以维护自身的安全 暑期夏令营 老师带着学生走过 留影 看看这个画面 34位师生站在竹桥上 超过规定三倍的负重量 不止危险 更可能伤了桥的结构 中天新闻魏绍瑜南投报道